《音樂法律》 多少年來 寫日記的習慣 或許就是 我 EQ 控制不錯的 最好的習慣吧 因為我總是 利用夜間 把我一天的喜怒哀樂 把它沉澱下來 記載下來 也當作是 未來的一種根據 那在管理面上 我非常习惯的是接受所有干部们的意见 总是在集体决策之后 会找出一个企业最好的方向 那如果在整个属下有些许的犯错的时候呢 我最常的是提醒自己 我必须要有一个让属下犯错的空间 因为常常犯错是一个人成长 最好的契机 也就是这样子的经营下来 这两三年来 全国电子主感新企业的本质 在我们内部延然已经形成了